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在WTF学习气费优化技巧 我们用的呢就是WTF GANS OMIMIZATION这个开源课程系列 我们来到第九课,在这课中我们会学习关于存储插槽以及存储管理方面的一些技巧 我们先来到课程的内容,在这里我们需要先知道一个 或许同学们其实已经知道了 在智能合约中,SLEA合约中 都是用32个字节的连续的存储空间存储变量 当我们在一个插槽中放置多个变量或可以放置多个变量的时候 这就成为变量的打包 如果试图打包进去的变量超过了会当前槽的32个字节的限制呢 那它就会被放进一个新的插槽,一个新的slot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那些能够被放进同一个插槽的变量 将它们组织在一起 这样能够最小化的或者最优的来使用存储空间 也能帮助我们节省气费 虽然slily它是做的优化的 会对这个小的一些基本类型都打包到一个插槽 但我们通常或者有的时候会去定义一些结构体 一些struct 这些结构体中如果成员的排序不是最优的 那么会导致编译器的优化被受到阻碍 那接下来这个事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状态变量的排列顺序 分别是normal和parking两个合约 它们都有xyz三个变量 但是排列顺序不一样 normal中第一个变量x它的类型是uint64 那第二个变量是uint256 我们知道uint256正好是32个字节 32个字节会占有一个插槽 那uint64x变量它用不完32个字节插槽 那在normal这个合约当中 x排在第一个 那它虽然已经用掉一个插槽空间 但第二个y变量是无法与x进行组合无法打包的 那y就会独占另一个插槽 这样呢相对parking这个合约就会浪费一些存储空间 或者说会占用更多的插槽 而parking这个合约呢 y变量排在第一个 那作为在内这个存储空间的布局上 y会占掉一个插槽一个slot x和z它们都分别只有八个字节 它们就可以被组合进一个插槽进行打包 这样parking就会节省一些存储空间 存储空间节约就意味着气费开销的节省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执行一下这个测试用力 看看这个开销的差异 我们会看到在调用normal函数的时候 也就是通过测试用力 我们来看看测试用力 在这里呢实力化了normal合约和parking合约 这两个合约的实力化呢 产生了不同期费开销 parking的期费开销是更低的 这也印证了我们在使用状态变量不同类型 它们的排列顺序 对插槽使用或存储空间占用的效率的差异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 也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个课程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代码编写中 尽量优化状态变量的排列顺序 这也能够帮助我们将气费的开销降到最低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同学们拜拜 拜拜